为期三天的金砖国家峰会 周二在俄罗斯喀山拉开帷幕 东道主俄罗斯总统普京 当天率先举行了多场双边会晤 这次峰会聚焦经济问题 外界特别关注俄罗斯将提出 新的货币结算系统计划 来替代美元的主导地位 这里就是第16次 金砖国家元首峰会的媒体中心 那为期三天的金砖国家元首峰会 是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 那根据俄方最新的数据统计 预计将有30多个国家的代表团 20多个国家元首 以及上河组织等 6个国际组织的领导人 会参与到此次的峰会 那普京也将几乎会与 参与此次活动的领导人 举行双边会晤 那当然各方关注的重点 仍旧是金砖国家的扩容 金融体系的改革 以及中东等热点地区的局势发展 而普京在第一天 与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 举行的会谈中就表示 增加金砖国家本国货币支付 将降低地缘政治风险 作为此次峰会的结果 普京很有可能会提出一项 基于共同体国家 创建替代货币结算系统的 全球计划 以此来替代美元的霸权地位 此次的金庄国家元首峰会 不仅是俄罗斯有史以来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活动 也是自俄乌冲突爆发后 普京首次集中与各大洲的国家元首们举行会晤 而与各参与国建立经贸联系 是俄方的重点之一 那根据俄方的数据统计 金砖国家自成立以来 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是增加了近10个百分点 与弃国集团在此期间损失的份额相同 一旦就凤凰卫视 引力苏品灿热尼亚在喀山的报道